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台北股市间跟着一起开高 也是很合理 也是很正常 我们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股大涨257点到穷 那NASDAQ涨幅到2%以上 这个更强 德国凡克服指数 欧洲全部涨超过2%以上 昨天油价又大涨 昨天油价最多的时候 一天涨到7块钱 昨天油价最多涨到31.43 一天涨了2块3 什么原因 昨天伊朗跟OPEC组织 展开石油减产的谈判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整个国际油价再度的大涨 但伊朗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伊朗本身来讲 除了产油国以外 之前被人家限制出口一段长时间的制裁 在去年底的时候 制裁解禁 允许它开始石油再禁运令 再开始外侨出去 所以伊朗拼命的挖石油 拼命的卖石油 这个对于油价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那昨天伊朗愿意坐下来 跟OPEC组织谈减产的一个事宜 这个对于油价来说是一个定型丸 所以昨天油价一天大涨7% 那油价大涨对于股市来说 当然就是正面激励 所以昨天美国欧洲全部大涨 那在昨天我们的节目盘中节目里面 我已经跟大家谈过了 美国日线KD才刚刚形成交叉 所以代表整个短线的多头 才刚刚开始升温而已 果然道琼已经要过前高了 NASDAQ也跟着上来了 那欧洲股市虽然说在礼拜二 是呈现下跌的 可是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谈到 德国这个指标刚形成黄金交叉 所以这个短线压回无伤大雅 随时还会再攻 果然昨天大涨242点 这个缺口持续扩大 德国股市还会再上去 美国已经即将过这个高点了 德国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德国还会再加速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欧美都大涨了 亚洲股市当然也不遑多让 今天也全部大涨 日本涨了238点 香港开盘目前涨了快500点了 那目前市场更重要的加点在哪里 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开盘以后 又是持续的往上做攻坚的动作 礼拜二涨4% 昨天尾盘又涨1.4% 今天目前开高又涨了1% 那连续三天都有重大消息的发布 今天大陆发布了 准备降呆账准备率 准备降呆账准备率 这个呆账准备率 准备要降到120%的维持率 所以即将有5.35兆的资金 流回银行业 那这个当然是利多 这当然是利多 所以今天大陆股市持续的上攻 大陆股市的上攻 这个对于整个亚洲股市 对于全球都会有稳定的效果 那大陆股市的上攻 那操作上互升二叉 互升二叉 这是从过年前就一直跟大家建议提醒 以小博大最好的机会 今天互升二叉已经来到10.06 已经来到10.06 那其实我们从9块钱上来 9块钱到10.06 已经大概有11.2%了 11.2%还不够 为什么说11.2%还不够 因为你以大陆股市来说 这一波深圳A股 深圳A股从17一路涨到今天 从17涨到今天的1953 1953已经涨了200点了 涨了200点 也就是大概已经涨了快20%了 已经起来20%了 深圳A股已经涨了快20% 互升二叉是两倍涨跌股 应该是两倍涨跌股 那两倍涨跌股怎么会是 深圳已经涨了快20% 互升二叉才涨12%而已 对不对 互升二叉才涨12%而已 这都完全就不够嘛 你看前一波的行情里面 在前一波大陆股市的涨幅里面 上证A股上证A股在8月到12月这一段 涨了29% 互升二叉在同时间从8块钱 从8块钱涨到14.4% 涨了80% 这才是对的嘛 两倍涨跌股 如果上证涨3成 那互升二叉至少涨6成嘛 对不对 就它涨到8成 它涨到8成 那怎么会是现在 大陆股市已经涨了快两成了 涨了快20%了 互升二叉才涨大概 10到12%而已 这个就不对 所以这个后面 还会有加速补涨的机会 还有加速补涨的机会 这个特别注意 我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以小博大机会 会不会像上次这样子 又来个80% 我们拭目以待 大陆股市这次应该是完整的啦 因为从连续三天 消息的报导 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率先出来讲 要主动出席救市 紧接着礼拜二 又喊出八部会联合做多 今天又消息出来 要降银行的呆账准备率 所以这一连串的动作 可见得人家是赚钱的 台北股市目前是一个多元化的市场 不是只有股票而已 还有很多各国的指数型商品 比如说像大陆的股市 ETF 日本的 甚至于美国的 香港的 都可以操作 只要你行情看得准 立足台湾 你可以投资全世界 甚至于在原物料的部分 黄金 原石油 你看今天原石油也是大涨 在昨天石油大涨的情况之下 原石油今天也是大涨的一个行情 所以你只要能够好好的善于运用 其实台北股市是有很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让大家赚钱的一个机会 好那今天台北股市 刚看到台北股市目前涨超过一百点了 预估量已经来到一千亿 这是好现象 代表市场的基金开始慢慢的一个流血 回流 那昨天 外资的台子其部分 进多单继续增加五百四十一口 昨天礼拜三是结算日 外资进多单没有变 还增加 代表外资是怎么样 继续换仓到新的月份 继续重压台股 这个对台北股市来说 是一个稳定的效果 所以因为外资的操作大家都在看 所以这个无形之间会推升资金回流 这是对的 那当然指数 对于指数的贡献 还是在于全资股的部分 你看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涨得快两% 这个贡献度很大 金融股今天也不错 今天金融股也不错 就是推动整个指数上涨的一个焦点 尤其金融的部分 目前都涨1%到3%不等 不等 那昨天苹果的股价 涨了2.3% 而且是连涨两天了 苹果昨天涨了1.53% 礼拜二是涨了2.5% 连去两天啊 所以对于苹概股的一个带动 比如你像3008的大立光 今天开盘也是一度大涨 那6269的台积 今天目前也涨了快2% 台积这场个股 我们从66块钱跟大家谈 我们会员也在66块钱买进 目前已经涨到84块钱 这个都还不够啦 只是目前指标稍微高了点 这里可能要当了一下 让指标反而才会再攻 这北米目前只有8倍而已 今年一口坍10块钱 今年度公司说还会再成长两成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这个股价势必还是会再攻击 那包含2474的可乘 现在可乘也是再度上涨 最高的时候来到253 涨了16块钱 可乘我们从200块钱 就开始一路跟大家谈了 我们VIP委员也是从200块钱 开始一路买上来 这个只怕不压回 压回一样都是买 我个人看法 至少回300块钱以上 今年一口坍卖30块 超过我估计大概 34块到35块钱 那赚那么多钱到现在 才200多块钱而已 真的是丢脸 纵使涨到300块 北比都不到10倍 都不到10倍 所以包含4938的合作 去年大概也是赚一个股本 我们会员67块钱买的 公司要实施付长股 5万张 现在已经涨到79块钱了 当然 80块这里有个平台 80块这里有个平台 可是这只是小压力啦 因为涨到80块 每比也拨才8倍而已 指标稍微高了点 所以这里要走会比较艰辛 要震荡 要震荡 可是长线还是看多的 长线还是看多的 那在筹码型的股票的部分 你看赵丽 开红盘之后一路飙 涨停5%再涨停 今天再攻 这个过年前我们32 33 单股会员重压赵丽过年 过年后一路狂飙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因为每天节目里面 都会一直在跟大家追踪 这也是我们单股会员 所定操作的标的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那要另外6422的F军耀 今天也突破了54块钱了 军耀也突破了54块钱 这也是要加速的股票 要注意哦 这流浓出来 大股东持股80% 古年一口 去年EPS6块钱 这是一档 又是另外一档 又是另外一档 照例的特色 829 支出股票也要注意 目前还在打底 这个打底是怎么样 这个打底是历史的底部 从127 跌到50块钱 可是每年 至少都有8块钱的获利 每年至少都有8块钱的获利 去年也差不多 去年前三季已经赚了5块8了 前三季已经赚了5块8 第四季是旺季 第四季往往都会有2块钱的获利 所以这个加进来 古年也是有8块 探8块 勾给在那50几块钱 在59块钱这个地方 德意志已经买了5000多张进去了 55块钱过 会公欧 F经理也要注意 这是属于比较筹码型的个股 那今天 再跟大家谈一支股票 这支股票也是很重要 我的分析我不喜欢做锦上添花的动作 什么叫锦上添花 比如像今天报纸报 昨天8109公司发布 一月份的获利 跟去年的获利 今天一开会涨停 你说这个股票没意义了 一开会涨停 把游戏已经涨那么多了 各位公司没意义 我的节目的特色 我们都是锁定弄 还没有涨的 还没有涨 可是具备大涨的条件 你就能够便宜的买 等到它开始加速之后 你就能够赚大钱 我不喜欢追高 就好像3548的照例 我们什么时候讲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 讲完之后喷出 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 慢慢买 来享受后面喷出的行情 你不要小看照例 这个连续两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去年获利也是历史新高 今年有机会成为苹果的供应商 今年获利也会再创新高 每股净值53块钱 现在才43而已 这种股票都还在喷出 来我们今天来谈另外一支股票 今天我们来谈红杰科 我们今天来谈红杰科 8086的红杰科 红杰科 这已经休息一段时间了 过年后台北股市的涨它 它完全无动于衷 要不然叮当 目前指标开口向下 还没有完全的转多 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谈 红杰科这个股票 为什么 红杰科本身它做PA的功率放大器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介绍也没意义 基本面强 这个不在话下 去年美股获利至少 8块钱起跳 今年起码过去掉了 这个本益比目前为止 只有大概9倍左右而已 那为什么要谈这种 还没有涨的股票 因为苹果的供应链 在PA的部分 就是Skywalls 苹果连涨两天 Skywalls连涨了三天了 那Skywalls昨天 大涨了3.69% 连续三天下来 已经涨 大概接近15%了 那Skywalls的主力供应商是谁 就是红杰科 就是红杰科 所以红杰科 它的股价波动 往往跟Skywalls会有同步性 那Skywalls三天下 已经涨超过接近15%了 红杰科完全没有动 这个是我们要锁定的地方 这个慢慢的红杰科在供的时候 因为红杰科的股价 它是苹果的供应链 苹果的PA功率放大器 是红杰科 是Skywalls在供应的 所以Skywalls的股价 跟苹果会同步性 那红杰科一样 它是受费者 所以红杰科今天目前小涨 这个股价还没有正式的波动 可以特别留一次股票 今天在强棒初级的部分 特别跟大家谈红杰科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操作不顺利的 欢迎您加入我们行列 让您带着您一起做 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虎